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 笼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 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 是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由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 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垂胸。 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 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 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 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 格拉逊啊,你有祸了。 伯塞大啊,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白农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坠落阴间。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索多玛, 它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所受的, 比你还容易受呢。 那时, 耶稣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盛的。 感谢您的。